午安or 您好 果汇廷姐妹 果汇廷 有沒有平安 哈啰 聽得好 哈啰 您好 在這裡公祝大家聖誕快樂 為大家聖誕快樂 喊我天人多蒙俗用 在聖誕期的期間 我們在當中 常常听到一个特别的名字 一个词句 今天刚刚示范他们这样也提到这个词句 这个词是以玛内里 在教会外面的人 非基督徒 可能不知道以玛内里是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我认为是以玛内里以为是跟塞玛和花财有关系的 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以玛内里是什么意思 以玛内里就是藏地以我们所存在的名字 这个名字是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 以玛内里这个词最先出现在就像以赛亚书 在那个时候犹太 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朗 被强大的敌人在围困 所以那个时候 如果像一个人都很惊慌 那时候全部是很惊慌 圣经这样记载 他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 好像临终的路被不吹动一样 这个名字是很惊慌 但是在这发抖 就在大家恐怖安的时候 上帝采拜以赛的先知去安慰他们 告诉他们不要害怕 因为上帝要与他们同在 上帝要帮助他们赶走他们的敌人 上帝要帮助他们的敌人 有大王不太相信上帝能够解救他们 有大王不太相信上帝会赶走他们 上帝要给他一个明显的词词和照顾 上帝要给他一个明显的词词和笑词 上帝说 他必须要蒙留怀孕生死 人家给他起名叫以玛内地 当时这个应验正正没有进展 大概七百年之后 在巴勒斯坦地有一个小城叫拿瑟勒 有一对年纪的夫妻 男的女的叫玛利亚 女的叫玛利亚 她们一定有婚 她们一定结婚 有一天天使叫玛利亚也认识 就告诉他就说 上帝要向人再来上 她因此要怀疑圣一个好儿子 那孩子的名字叫小耶稣 跟着那天使用向人再来前线 告诉他也不要担心 只管把玛利亚取过来 玛利亚并没有做什么坏事 她裸怀的运势从圣灵来的 她将她生孩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因为她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当中救出来 因为她将她自己拔成罪恶当中 很久是要因验上帝 这个先知以赛亚当中所作的预言 这个圣灵的圣灵 就是说毕与同流怀孕生子 人家称他的名为姨玛内蒂 和毕与同流怀孕生子 人家称他的名为姨玛内蒂 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在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 在兵临这阵下的危险关头 上帝与我们同在 在燕灵的小城拿瑟 在困难的生活当中 上帝与我们同在 但你怎么样我们同在呢 在今天的读的经文当中 马太福音18 1章18节到25节告诉我们 他还向您到人间 他和英海 他的名字叫耶稣 首先我们注意 他向您到人间 他地狱到底是谁呀 上帝是创造 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他的D&D的主宰 他的全宇宙的老大 创造D&D的上帝来 亲身来访问地球 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名字叫耶稣 这应该是第一件大事了 应该应该是第一件大事 在哈瓦瑜的兄姐妹的居民都迟到 因为哈瓦瑜都迟到华瓦的时候都迟到 每年的冬季日 到于举行国际滑浪比赛的区节 在这个时候 在岛到北岸 有数十个大浪出现 在这个时候看到 四五十个巨浪 到后天去了 上岛海威力无处 这些冬季水龙排山都可以过 他有没有到北岸去看过大浪 实在是惊讨烈岸 实在是很可怕 他人冲冠了也很可怕 他人冲冠了也很可怕 没有人给人抵挡他 他真是伟大 又伟又大 大浪共产跟大风有关 大风引起大浪 然后天的巨浪很伟大 后天的巨浪很伟大 从风跟浪的上岛 当然就更伟大 对不对 面对大自然 我们很容易会体会上一种伟大 面对大自然 我们就不容易比较太多 曾经这样说 上帝以风为使者 以火为不义 上帝以风为使者 以火为不义 你的使者一把随便奔跑 我觉得这个比较完整的描述 好像上帝大喊一声的波浪就滚滚而逃 上帝大声盘 买一声的浪都要走 风和浪都是上帝的苦人 风和浪都是什么的 不过呢 那么有威力 那个主人当然更有威力了 对不对 圣经说 圣经说 主天藉由他的命令而造 万象这他苦中的气而成 他说有就有 威力就利 就是可能伟大的上帝 圣经说 有啊 没有能比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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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为大 有大能大力的名 有啊 你会有能给你 你本为大 有大力的名 大力的名 万国的主啊 万国主啊 谁不会敬畏你 敬畏你本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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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同意吗 敬畏上帝本来就是可疑的 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名字太熟悉了 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名字太熟悉了 就觉得很平常 以至于我们会忘记了上帝的伟大 我们忘记了上帝的权柄和能力 我们也一直忽略了应该要敬畏上帝 不懂得敬畏上帝的人 当然就不会醒醒地生活 也不会按上帝的事 应用上用每一天 结果就是无力无力地过了一生 那是个愚昧的人 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所以摩西亚很感慨地讲了 他说 教会这样说 他对上帝说 那谁知道你入记的权势 谁按照你 因为知道你的忽怒呢 所以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久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你知道你在施掌的时候多少年月吗 没有人知道我们在施掌的时候多少年月 但是我们知道人生非常有限 来日无多 但是我们知道人生非常有限 来日无多 我们发觉很快就过了一个 又是圣诞节了 你还记得一年圣诞节吗 转眼之间又是圣诞节 人生有限 来日无多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很快就要面对上帝了 对不对啊 对啊 我们应该要警醒 要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我们就得到智慧的心 敬畏上帝我们就得到智慧的心 敬畏上帝我们就远离智慧 愿离智慧就是智慧的基本的表现 你同意不同意 愿离智慧是人智慧最基本的表现 你不愿意离开智慧 不能够离开智慧 还以为自己还有智慧 你是非常愚昧的 你不愿意离开智慧 不能够离开智慧 不能够离开智慧 圣诞节提醒我们 这位无限伟大的上帝圣医 从来过这个人间我们都弄在 那我们可以认识祂 我们因此懂得敬畏祂 大概在那以前当时的台湾山的市长 Heneman 曾经提出一个建议 我们的市长 Heneman 他曾经提过 提出过一个不同的建议 他说要把这个Alamana Beach Park 改成奥巴马总统的Beach Park 他说什么叫Alamana Beach Park 我以为叫President Obama Beach Park 为什么这样呢 奥巴马总统来过这里游泳 因为奥巴马总统来过游泳 所以他说要改为奥巴马总统的海滩公园 对啊 你可以改为一个总统的海滩公园 这个市长的建议是 表达他的总统的真性 你能够起这样的建议呢 有几个总统的均匀 上帝伟大还是奥巴马总统的伟大 对 上帝更伟大 当然上帝更伟大 原造过奥巴马总统的伟大 对 上帝更伟大 这位无限伟大的上帝来过地球 在这里住了三十几年 这个无限伟大意义上 所以你过地球 圣外人 在这里住了三十几年 不但游泳一天 一次两次而已 不是一次两次的游泳 上帝来年住了三十多年 这个地球应该成为上帝的地球 为什么耶稣的地球 对不对 他住了三十几年 这个地球应该叫上帝的地球 这是耶稣的地球 今天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地球 没有尊闻上帝的世界 没有尊闻耶稣的地球 这表示我们人对他不够尊敬 圣诞节提醒我们 无限伟大的上帝曾经来过这个世界 在圣诞节我们应该想起上帝 荣耀获得的全能 我们懂得去行为他 第二点要大家注意就是他成为英海 上帝伟大的上帝来这个世界 他成为英海 尼玛内利就是上帝我们同在 上帝可以在任何的时间 任何的地点与我们都同在 尼玛内利这个词 特别是指大概两千年前 他成为英海来用我们同在那一段历史的继续识 因为这个词 其实在上帝的两千年前 他成为英海有种族在这个世界 上帝为什么就成为英海 为什么会不成为一个珍贵的君王 和一个责圣的将军那样来 应该有一个官网 他成为将冠队 他可以带着千军万物 带着风雨雷电而来 可以带着英官方 可以带着风雨雷电而来 为什么不是前面有摩托车开路 还有后面有车登随 上面有直轮飞机在巡逻 这样的一种威风来降临 为什么不是这样 他成为万军的游化上帝 为什么要成为小婴孩来到人间 其中一个原因是 他希望人跟他亲近 我可以说他希望人愿意跟他亲近 因为小婴孩对人有什么威胁感 特别是恐怖人家的小婴孩 对别人没有威胁感 任何人都可以接近他 他对任何人都不会取决 他那样的可不可觉 一般来说小婴孩都很可爱 对吧 谁也很可爱 特别是不拉的时候都很可爱 死后摸死摸死 不一拉就可得不太可爱 然后再奥就奥了 我扶过来 上帝这位婴孩 是温柔和慈爱的一个表现 上帝这位婴孩还温柔和慈爱的一个表现 他住在我们中间 希望我们亲近他 献授他和爱他 可是绝望要在黑暴的人 他参赞成的记者很多人 上帝成为婴孩 住在我们中间 他希望婴孩 学会在他 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文化 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文化 Mater Teresa 德兰修里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 这个非常伟大一个人 德兰修里的一个人 大家都不见过 他伟大不因为他的身材高大 乃是因为他的爱情稳大 所以我想没有人身材高大 也就是我的身份 他本来可以在一个学校当老师 当校长 他本来可以在一个学校当老师当校长 他可以过比较安定不足的生活 他可以过比较安定不足的生活 但他却宁愿认同那些贫困的人 他可以是住在印度 加各大最贫困的社区当中 他可以成为平民当中的一份子 他都为了去帮助那些平民当中的平民 他可以帮助平民当中的人 特别帮助那些死的人 怪要死的人 他特别会帮助那些死的人 就是那些被人藐视的 被人忽略 被人解析的那些人 特别要去帮助那些人 特别要帮助那些人 让那些人在离开世界之前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爱 让这些人得到尊重 特别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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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为大的上帝 成为卑微软弱的阴海 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人 这是上帝为他的爱 成为阴海 不单单是爱的表现 而且是一个七天辈的表现 上帝不单放下来他的能力 更有放下来自年 小鹰还需要别人给他喂蜡 需要别人给他洗澡 需要别人给他换六部 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没有什么多恶别 但是小鹵一个人本来是很能干的 本来是很有剧能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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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他有别人为他吃东西 有一天他就给别人给他洗澡 有一天他就给别人给他洗澡 有一天他就给别人给他换六部 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 本来是很能干的 有一天他就给他换六部 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 很多老人家不能接受的就是这种软弱的感觉 很多老人家很害怕就是这种无能的这种感觉 因为在那种情况当中 人数的尊严好像都被剥夺了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军迪都觉得很可怕 从行造天地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从行造天地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他请来愿意成为人间的婴孩 让别人为他吃奶 让别人给他洗澡 让别人给他挽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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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了要来接近人 智慧了要来帮助人 这是慈慈和敌的坚卑 这是慈慈和敌的爱 这是慈慈和敌的坚卑 这是慈慈和敌的坚卑 听听这样的说 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 看耶稣 因为天第一章 以来读他属于和敌的坚卑 也不愿意读自己 尝读必要上帝的坚卑 然而暴动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淡违神明要 耶稣不单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更是取了婴孩的形象 在他成为众人的仆人之前 他先成为一个恐怖人家的婴孩 这是恶丽的谦卑 这是恶丽的爱 圣诞节提醒我们 应该想起上帝的谦卑和他的大爱 以我们懂得去亲近他 去爱他 这个上帝他成为了来到人间 成为婴孩 他的名字叫耶稣 耶稣这个名字是讲的旧的意思 旧约希伯来文的翻译是耶稣亚 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一个名字 当时是一个普遍的名字 耶稣对于耶稣说 耶稣有什么意思 你的旧纪玛利亚 将他的生意和儿子 这个名字起名叫耶稣 神说你的儿子要叫整齿 这个名字叫整齿 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 无比伟大的上帝 刀放了自己成为婴孩 成为卑微的人 成为妇人 成为妇人 甚至成为犯人被人钉死在俗架上 成为妇人 甚至成为犯人被人钉死在俗架上 就是为了为人舍命赎罪 上帝真的负尽了代价 所以他真的负尽不相够准的代价 只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就是用自己的法治在罪恶里面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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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是有罪恶吗 我们真是有罪恶 我们最真是严重到这个必不需要 有说上帝不那么大代价来拯救我们吗 我们真是有罪恶里面救出来 有很多人大概都会承认我们不是完美的 有人都会承认我们不是完美的 你说人无完人 我们不完美 但他还没有到有罪恶这么严重 更是没有到要以上帝来为我服恶那么严重 他就应该有罪恶这么严重 很多人不太承认自己的对人 不太承认自己的对人 使徒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人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 他在信仰当中对信仰要很深的体育 对上帝有上色的认识 那时候他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皮末泰 他满怀感触地讲说 他说基督耶稣将士唯有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十分可佩服的 在学人当中我这个遂愧 这里说这话是可信的 不但是指这句话很值得很信 不但是这样 还是说这句话应该全然可以见识 完全要接受这句话 我们基督当然会同意这样的讲法 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 跟着那句话 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这个罪毁 保罗说基督耶稣将士唯有拯救罪人 其中也包括我保罗这个罪人 这个最大恶极的人 保罗他认为是一个大罪人 我李某某也是个大罪人 我太太一定很同意 有在家的讲法 不过相应你也差不多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忘记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很多时候不承认自己个罪人 在礼拜天在教会当中 我们或许很认自己是个罪人 平常在礼拜一到礼拜六 平常在家里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不一样了 总是认为自己没做好 总不能做好 这种情况在夫妻一吵架的时候 就表现得最清楚 我和后有一些夫妻 要来我帮忙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 有时候两个人在我面前 很激烈地指控对方的过务 说对方有什么什么什么不好 两个人都希望 极力争取我的同情 站在他一边去指责对方 大家都能够了解 无论我站在那一边都有问题 但是遇到这个情况很难 但是做牧师又很难避免这种情况 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就通常邀请他们一起祷告 求上帝怜悯 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 那我要求他们回去做几件事情 第一 首先停止说对方不好 因为已经讲太多 我不要再听了 再讲下去没什么方式的 首先停止再说对方不好 第二 用笔鞋来对方有什么好 用笔鞋 因为用嘴巴讲情绪激动的时候 讲不出来嘛 所以要他们用笔鞋对方有什么好 第三 要他们想一想 想一想看看自己有什么不好 想一想看看自己有什么不好 可以用笔鞋下来 不要用笔鞋 要他从嘴巴讲 他可能难为情不好讲是吧 有一个东西来有难的 好 第一个不要再讲对方不好 第二 用笔鞋对方有什么好 第三 用笔鞋自己有什么不好 第三 用笔鞋自己有什么 我觉得方法好多 那个方法好多 还不错嘛 这个有经验 但是 很多时候国效 并没有什么国效 他也没有笔鞋 我请他写对方有什么好 我觉得写对方有什么好 他都没有 想不起来 没有 不要写自己有什么不好 可以用笔鞋自己的背景 也没有 讲书有的推包批我的 退层的 他有的 什么摔鞋的摔鞋 都没有 只有那个火气上头 什么好方法都没有 没有 国外上头就好了 我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不完全 不管自己有什么也不完全 但总不认为我介绍别人说我不好 对 总体经常都没有关系 自己玩我自己 当然不知道我自己不好 那别人接受还有什么经验 对不对 我们不太接受别的生活不好 所以我的五三个经济的也说八个经济 自己要干不到自己的不好 自己要干不到自己的不好 所以你感觉人是无可要而秀 没得救 所以人真的需要上边拯救 人真的需要上边的改变 所以人真的需要上边的改变 大家都知道 最近香港的社会有动荡不安 这个情况已经超过半年了 今天情况还是很紧张 很多抗议的群众满怀怒气 很多警察的表现也很暴躁 很多警察的表现也很暴躁 我们在大众的传媒当中 常看到一些暴力的表现 我们在大众的传媒当中 常看到一些暴力的表现 彼此都企图用暴力去压倒对方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清楚地显露了人 常暴的罪性 这情况也让我们看见 人间的平安实在不看一切 很容易被拨破红海 但是很难重见 我们拨破红海平安绰绰有余 要建立平安 往往无能为力 有没有这样了解 破红海平安 非常容易 要建立平安 常常感到无能为力 人的罪性角度不改变 人的自私贪然 汉包角度不改变 人间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平安 我们人是走向灭亡不能自救 所以耶稣来 幸好耶稣来了 幸好这位拯救者来了 我们才有希望 唯有认真信靠耶稣我们才会有希望 因为只有信靠耶稣我们才可能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 如果只有信靠耶稣我们才可能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 我们个人是这样 我您家庭也是这样 国家社会也是这样 必须认真信靠耶稣 才有希望 个人是这样 我您家庭是这样 国家社会也是这样 圣诞节提醒我们 应该讲起自己的祝福和耶稣基督的救恩 以至于我们去感谢祂 去依靠祂 以马内力 告诉我们上帝降临在人间 有我们的同在 福建委 上帝成为一个小婴孩 他希望跟我们迎进 祂的名字叫耶稣 祂的名字叫耶稣 祂是拯救者 祂来帮助 来拯救我们 祂希望我们来信靠祂 祂希望我们来信靠祂 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 看见在教堂里面会写几个大字 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大字 好像写着真爱之人 上帝是爱 尊主为大 或者王福天下去才福音 很多时候教堂里面都写这些标语 在本地的华人第一教会 他们在教堂的正前方 写着龙归上帝 很多教堂都写一些大字在教堂里面 提醒弟兄姐妹 在我讲道当中我多次提到一个事情 在中国大陆的教会 在他们教堂里面 很多时候写着以马内力 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 很多时候写着以马内力 你去的中国大陆教会 很多时候看到以马内力 这几个字 这样的标榜 这样的写这个字在教堂里面 在香港 台湾和欧美的环境当中 并不多见 那么这个边缸呢 台湾法 在澳大陆 在澳大陆的教会 你晓得你们在欧美教会 你们在美国大陆过来的 没有看到你们教会写以马内力吗 对 有没有听过大陆的 很少哈 不是 但在中国大陆很普遍 在中国大陆很普遍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的教会 那么重视以马内力 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教会 那么重视以马内力 因为在中国的教会 很多教会都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那种宗教的波和汉 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教会 很多都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的宗教的逼迫 在那个守波和汉的日子当中 在那个困苦的日子当中 以马内力是个非常大的安慰和汉 以马内力是个非常大的安慰和汉 那时候是以马内力的上帝 让他们有力量和发光 继续往前走 因为以马内力的上带 以西伦要有一个回复的东西 让他们可以先定他们的信仰 让他们有勇气面对一切困难 要不要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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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我们应当预备好去迎接这位以马内力的主 让这位以马内力的主 借到你的心做的 借到你的家里去 让你的心充满上帝的爱 让你的家充满了希望 在这里供祝大家的圣诞 祝我们一通道道 祝我们感谢你是耶马内力的主 你愿意成为卑微的婴孩来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看见你的温柔你的慈爱 祝我帮助我们也爱你 你的名字叫耶稣 你是来拯救吗 祝我帮助我们懂得依康 何的美好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阿里 就是因为你的慈爱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 祝帮助我们爱你重新的跟随 祝我帮助我们爱你重新的跟随 我承认我们很有软弱才会跌倒 我愿意今天我们重新被提力 爱你更多 祝我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是的 谢谢大家 Morning screws 新的 为 1946 美容 子